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生叔叔 今天要跟大家來玩莫斯 那莫斯要怎麼玩 就是我們可以去吳京堂買這種白鐵網 不鏽鋼白鐵網 那自己剪,看你要剪多少 那其實你今天網路上很多下游啊 他們都生了很多莫斯 可以跟網路下游買了一些莫斯 然後回來的時候,我們把莫斯拆開 記得這房鐵絲網很便宜,真的很便宜 很方便 那我們就把這個莫斯 都全部把它撕一撕 把它放在那個白色鐵絲網上面 等這個莫斯啊,剛放到我們水裡的時候 這個為什麼要跟玩家玩? 因為玩家玩的買的莫斯 就比較不會有些害蟲 但是你自己也要確定 跟玩家確定他們的鋼絲是否有什麼問題 可以先確定一下 那可以避免掉一些害蟲 那我們把 把那個莫斯 都鋪在鐵絲網上面 盡量把它鋪齊 鋪滿 那因為我們自己剪下來的白鐵網 旁邊都有那種針狀 一隻一隻的針 看得到嗎? 有一根根的針啊 剪起來都有刺刺的 小心一點 不要去刺刀 刀會流血 那我們把它鋪好之後呢 鋪好之後呢 這個我們水珠館買啊 水珠館買啊 一片這樣子 要差不多50塊70塊都有可能 那其實我們這樣自己做啊 自己做啊 成本就不用那麼多 只是要費工一點 然後它準備那種我們流離台的 流離台的網布 網布 可以 自己來做 然後就把這個網布啊 剛好勾在旁邊 我們剛剛有刺刺的地方 我們把它勾住 把它拉過來 勾著 它就會被這個網布蓋住了 蓋住了 然後蓋住之後呢 你就把 反正就是把它蓋起來 那等莫斯開始長的時候啊 它就會整個把這個 我們現在蓋起來這個網子布啊 它長起來之後 就會整個 把它蓋起來了 那多出來的網布呢 我們就用剪刀把它 剪掉 我們用網布 剪刀 把多出來的網布剪掉 剪掉 把它就會勾住了 勾住了 多餘的把它剪掉 多餘的把它剪掉 把它剪完之後呢 大概就會成一個型了 成一個型 那如果你覺得還不牢靠 還不牢靠的時候 你可以買 可以用那個 我們釣魚線 把它稍微鏟起來 鏟起來 鏟起來之後 它等它 就比較不會說 你去碰到它 它就脫落 碰到它要脫落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那 大概是這樣做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用莫斯自己DIY DIY來做 做一個莫斯的草皮 當然是你的草皮 鋼子越大 你就要做越大塊 越多 可以做越大塊 這樣等它全部長出來 大約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那個莫斯就會從這個網布裡面長出來 那就整個蓋起來 那整個就會很漂亮 莫斯的品種有很多 所以它記得買對 如果你買那種回莫斯 它就會往上漲的喔 這是大三角莫斯 它才會一片一片往下趴 這樣才會好看 記得要買對莫斯 那這個綁一綁 對啊 你們如果有需要莫斯 也可以找叔叔買 叔叔 莫斯不貴 100克才賣100塊 100克大概可以做 這個可能做二三四片 應該可以啦 對 才100塊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 再麻煩你們 歡迎你們幫我訂閱 那記得 叔叔有開一個 在FB開一個粉絲團 叫小生叔叔專賣區 如果你們對水晶蝦有興趣 可以在那個 我的粉絲團專頁 幫我按讚 追蹤 以後我常常會在上面 PO一些分享的水晶蝦 你們有如果喜歡 剛好可以 比較容易被注意到 好 就這樣走囉 掰掰 掰掰